這個應該是自己的體來 可是他應該是釋采的 所以他 是他錯 不是我們錯 所以如果你打正確的反而錯了 反正兩個 程式他不會幫你自動 校對 他只認一不一樣 他不會認說有沒有正確 所以呢 如果本來錯 也就會跟著錯 那怎麼辦呢 我就用Ctrl C 貼上就絕對不會錯 反正兩個一定都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寫程式的訣竅 有的時候說真的 程式看起來 因為看久了 程式看很多時候 人的腦筋也會昏 所以很容易就比對不出來錯誤 反正用複製貼上的 就很容易就正確了 有的時候就是這種 小地方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還有其他像剛剛同學這個地方 在133頁這邊是E 不是E是I 不是E是I 那如果你用E的話呢 一定不會動 如果你把它打成E的話呢 絕對不會動 差一個字就全部就不一樣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順便 複習一下 複習我剛剛講說 因為如果你用input pass 如果使用者怎麼樣呢 很頑皮 跟你用3怎麼辦 3的話呢 其實會跳到哪裡呢 會跳到else 因為我們判斷是x等於1 如果1的話呢 就跳正向嘛 那反之 不管你1以外的 就會是2啦 所以會顛倒過來排序 顛倒過來排序 所以一定都是由大到小排序 那這個方法當然不好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就出一些問題來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順便複習一下 叫做user form 還記得嗎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加一個什麼呢 請選擇排序方式 加入什麼呢 加入兩個 一個是由大到 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 讓使用者去選擇 那選擇的話 當然執行之後的話呢 就跳出來 有沒有 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再去執行我們剛剛的排序 這樣的介面 其實會感覺會比input box來的專業 而且錯誤的機會也會很少 那只是說怎麼做 前面做過了吧 那你應該還記得吧 不過趁這個機會我想 如果我不講你自己做 你可能又會東漏西漏的 那這邊順便呢 順便呢 把這地方呢 跟各位講一下 怎麼來做這個user form的部分 首先呢 第一個呢 一樣在這邊 右鍵 插入 制定 表單 再來的話呢 會跳出工具箱 上面的部分呢 放一個什麼呢 這個 label 標籤 反正呢 不管哪一個開發環境 你今天是開發任何的軟體都差不多一樣 包括智慧型手機也是這樣 一定會有類似像這個標籤的東西 反正你就把這個標籤放上去 這個標籤用意就是說 我告訴使用者這個的用途是什麼 下面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用的 那我底下呢 再放一個什麼呢 這個下拉式選單 那下拉式選單放進來 你可以再調整它的大小 不過名稱可以改一下 它本來叫做COMBOBOX1 很長一串 那有時候寫程式 你打COMBOBOX1 很容易打錯 那不如就把它改一個名稱 叫CB1好了 CB1 簡稱CB1 好 名稱改一下 按Enter之後的話 那這個大小自己再拉一下 大小 那字型的話 看你需不需要字把它放大 因為它預設只有9號字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12號字 那這邊也是一樣 label的部分 字可以把它稍微放大到12號 甚至你如果喜歡有一點顏色的話呢 當然這地方你可以給它一個調色盤 變紅色啦 或其他顏色 這個字裡可以去制定 好 那底下的話呢 再加上一個確定 然後呢 把這個地方做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個一個表單 那表單這個上方 如果你覺得這個表單不好看 你可以把它改 它預設叫User Form 1 那你可以在這邊 把它改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做這個 比如說我們前面給的一個叫HOME 它就叫HOME 它就叫HOME 再來的話呢 上方這User Form 1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不好看 怎麼辦呢 我想要把它改一個名稱 那改哪個屬性呢 Caption 這個 然後呢 把它改成 比如說自動排序好了 自動排序工作表 類似像這樣子 OK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這第一個嘛 表單建立的方法 介面 第二個呢 要讓它 它一啟動的時候呢 放什麼呢 放這個下拉 因為現在下拉是選單裡面沒東西嘛 那我們必須在啟動的時候 放幾乎 兩個 比如說由小到大 由大到小 那你要怎麼做 其實前面有講過 所以這裡簡單複習一下 順便讓各位回憶一下 那用這個工作表來做呢 會專業很多 這個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按錯了